到了现在,吉女皆是清楚这叶孤城和西门吹雪的决战不过只是一个幌子罢了。 青龙会真正的目标是这宫中的天人静高手。 只是此时,这太和殿外这空地上除去陆小凤等一众舞者之外, 同样还有着这一众宫中的守卫以及护龙山庄和东场的人在坚守。 这样的情况下,若是楚清和己人这个时候走开的话,周围这些守卫第一时间就能察觉到, 因此,面对楚清和此刻所言,吉女自然是疑惑不已。 或许也知道吉女心中所想,楚清和诞生到, 别想了,都是青龙会的人,没人会拦着的。 哈?这些守卫都是青龙会的人? 听到楚清和这话,去飞烟眼睛一瞪, 视线快速地往周围这些守卫看了一眼。 极西后,随着几人身体之中的脸稀粉起了作用, 在楚清和真气将几人笼罩起来后, 楚清和便率先抬脚向着旁边的宫门走去, 吉女见此则是紧跟其后。 而在几人刚刚动身向着宫门走去的瞬间, 几人都是清楚地感知周围那些守卫的视线 第一时间移动到他们的身上。 然而,下一秒,让吉女恶然的是, 随着周围宫中守卫的视线在他们身上停留了几息后, 竟然又是悄无声息地挪开。 一直到几人穿过这宫门走出了这太和殿外的空地后, 都没有任何人进行阻拦。 回过神来的水母阴姬神色无比明重道, 没想到青龙会做事竟然会如此地小心, 为了事情的顺利, 连这一次负责宫中的守卫都全部换成了自己人。 去飞烟叹气道, 是啊, 江朱无事和曹正纯收到麾下, 已经是万无一失了, 现在竟然将宫中的守卫都是换成了自己的人, 这滴水不漏的形式风格, 简直让人心惊。 文言, 楚清河开口道, 任何的成功想要胜算越大, 就要考虑得越多, 只要能够将一切不利的因素都排除以及解决后, 事情自然就能够水到渠成。 不过, 楚清河虽然之前就已经是从细枝末节里面推算出了很多东西, 但楚清河到底不是青龙会的人, 对于许多的细枝末节并不清楚。 因此, 得知了青龙会这边细致到这样的程度时, 心中意识不免生出几分感叹青龙会的厉害。 至少, 到目前而言, 在楚清河的眼中, 青龙会这一次的布局, 各方面都可以说是兼顾到了的, 即便是楚清河也挑不出任何的毛病。 屈飞燕巡问道, 公子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些守卫都是青龙会的人? 楚清河诞生道, 对于青龙会而言, 这朝廷的事情比起南少林更加的重要。 而上一次去南少林的时候, 白小生尚且周到地安排了一个人天行, 给我们带路, 顺便盯着我们。 这一次你觉得以白小生的小心会任由我们在这皇宫里面肆意地折腾吗? 也是哦! 屈飞燕恍然道。 对于青龙会而言, 楚清河的出现就如同一个艺术。 在如此重要的事情中, 白小生不可能不考虑到楚清河。 果然, 就在楚清河几人才走出这一道宫门之时, 楚清河几人便看见了此前离开的曹正纯。 当看到曹正纯时, 曲飞燕锦妮眼中皆是浮现出了然之色。 同一时间, 看着从宫门之中走出来的楚清河几人, 曹正纯脸上的笑容更浓了几分。 在快步迎了上来的同时, 随着曹正纯身体之中真气运转, 曹正纯的声音便传入楚清河几人的耳中。 奉三龙手之命, 咱家特来为楚公子带路。 听到这曹正纯所言, 楚清河轻轻笑了笑道, 劳烦曹公公了。 看着楚清河这淡然的神情, 曹正纯眼中金光一闪, 脸上笑容更加浓郁了几分。 楚公子客气了, 楚公子和几位姑娘请跟咱家来。 在对楚清河抬手示意了一下后, 曹正纯便运转轻弓身法向着远处挪闪而去。 楚清河几人见此, 煽动折扇间将几人身上脸稀粉的效果解除后, 亦使同样运转轻弓身法向着这皇宫的身处快速地挪去。 这紫禁城一共分为外朝和内庭两部分。 之中的外朝的中心为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 其三大殿旁,则是用于皇帝平时独自办公处理事务的别院。 而内庭统称后宫,是皇帝和皇后等宫中之人居住之处, 再往后便是宫中的御花园。 只是,此时的曹正纯带着楚清和几人移动的方向, 则是这御书房所在的位置。 再一次掠过一处宫门之后, 曹正纯身形骤然一平, 转而开口道, 未免惊扰道人, 接下来这些路只能劳烦楚公子和几位姑娘 避免运转真气和轻弓审法。 楚清和清笑道, 曹公公说了便是。 文言,曹正纯含笑回应道, 多谢楚公子体谅。 说着,曹正纯抬手示意后, 迈着布子在前面徐徐地带路。 在曹正纯的带路下, 楚清和几人一路往上直至到了 这御花园后方的一处院子前面。 等踩着梯子走到了一处屋顶之上后, 却见这屋顶之上弄了一些木头严丝合缝的垫在砖瓦上, 让这屋顶看起来如同一块平地。 而在这木头上面, 则是摆着两张椅子。 在曹正纯带着楚清和走到椅子旁边后, 曹正纯才是含笑道, 楚公子、司徒公主请坐。 看着面前这椅子以及旁边桌上摆着的这些干果蜜件以及茶壶。 楚清和饶有兴趣地看着曹正纯道, 曹公公准备的还真是周到啊。 曹正纯倾笑道, 能够让三龙手特意嘱咐, 楚公子身份尊贵, 咱家自然不敢怠慢, 时间还尚且需要一小会儿, 还得劳烦楚公子和司徒公主静坐等待一会儿。 见此, 楚清和笑了笑后, 转和水母音机一起走到了这木椅旁坐下。 曹正纯则是含笑地站在一边候着。 而在坐下之时, 楚清和第一眼便看见了前方那灯火通明的院子。 院子看起来寻常, 和宫中其他的建筑差不多。 只是比起此时宫中其他地方的人员稀少, 此时这灯火通明的院子之中, 却是有着十几名的守卫尽立于院中。 而门口守着的太监, 看起服饰, 意识是属于总管级别的。 在皇宫之中, 门口有着一个太监总管守着, 屋子里面的人身份自然无需多想。 目光倾台, 在那灯火通明的院子之中停留了几夕后, 随着楚清和藏于袖口下的左手中, 那是原子母琉璃谷的母虫震动传来。 楚清和的目光分别在这周围几个地方相互瞥了一眼, 随后眉头轻挑。 通过这是原子母琉璃谷, 楚清和确定了此时这周围的情况。 三名天人镜高手分散在周围。 另外四个天人镜高手赫然就在石杖之外那一处角楼之中, 单单从现在这分析出来的位置以及数量看来, 楚清和便能断定, 这四名待在角楼里面的便是位属这皇宫的天人镜高手。 江湖之中能够有着一个天人镜的高手便足以让一个势力迈入顶级势力一列。 可皇宫之中, 这样的高手竟然是足足有着四个。 其恐怖之处可想而知。 也难怪江湖之中, 即便是那些顶级势力, 再怎么折腾也不敢将主意打到这朝廷里面来了。 不过, 相比起朝廷里面的情况, 通过这世原子母琉璃谷, 楚清和发现了一个更为有趣的事情。 那就是, 此时在那房间之中的人竟然是大宗师镜圆满的修为。 这一次青龙会出动的天人镜高手只有三个, 而朝廷里面的天人镜高手却是有四个。 再加上此时房间里面那人大宗师镜圆满的修为。 种种信息联系下来, 楚清和如何可能猜不出青龙会以及诸无事打的是什么主意? 呵! 一招先吗? 想着, 楚清和缓缓转过头, 看向曹政纯开口道, 作为皇帝, 此时既不在办公的别院亦不在住所, 而是在这皇宫的边角之处, 看样子, 曹公公, 你们倒是煞费苦心啊! 听着楚清和这轻缓的声音, 旁边的曹政纯心中一抹差一闪过, 但脸上却是没有半点异样道, 人多眼杂, 只能如此了。 面对曹政纯这说了和没说一样的回复, 楚清和心中轻笑一声, 也不再多问, 只是手中的折扇徐徐的煽动。 然而, 就在楚清和刚刚以这是原子母琉璃骨的, 确定了周围几名天人镜高手所在的位置时, 在楚清和几人的视线之中, 伴随着几道低鹤声, 骤然从远处浮现。 等到呼吸间, 将这脸吸粉吸入到身体之中后, 楚清和才是徐徐运转真气, 袖口之中的左手轻轻翻转, 携带着几股特殊的进气凝聚, 分别包裹着些许的药粉悬停在几女的鼻下。 几息后, 随着几女呼吸间, 同样将这些药粉吸入身体之中后, 楚清和方才以真气传音给几女。 试音还没到先天静, 暂时不要说话, 司徒你们以真气传音正常交流便是。 听到耳边浮现的声音, 几女哪里还不明白楚清和已经是给他们上了药。 眼角的余光, 放在旁边的曹正纯后, 屈飞烟先是尝试运转了一下真气。 确定没有半点的真气波动后, 屈飞烟才是放心大胆地以真气传音。 公子, 既然青龙会早就安排好了曹正纯这一次给我们带路和盯着我们, 为什么不像那任天行一样主动站出来, 而是要等我们从那太和殿外出来? 文言, 楚清和诞声道, 我们不出来的话, 也能够看到另外一出戏。 嗯, 听着楚清和这话, 取飞烟不解地看着楚清和, 未能明白楚清和这话的意思。 就连水母音机此时亦是眉头不自觉地轻皱。 不过, 不等两女主动询问, 楚清和的声音再一次传入吉女的耳中。 没猜错的话, 在那太和殿旁边的别院里面, 正德皇帝就待在里面。 还有一个皇帝, 听到这话, 吉女神情一致, 脸上不免浮现出几分哑然之色。 去飞烟惊讶道, 那面前这一个呢? 楚清和美好气道, 废话, 当然是假的。 结合楚清和方才那话, 水母音机眉头紧皱道, 青龙会现在都已经准备到这一种程度了, 为何还要顾不迷阵弄两个皇帝出来? 这时, 楚清和忽然感觉到曹正纯的视线放在了自己的身上。 见此, 楚清和偏过头, 对着曹正纯温和礼貌地笑了笑。 注意到楚清和脸上的笑容, 曹正纯也是急忙回应一声。 等到曹正纯转过头后, 楚清和才是继续争气, 传音道, 估计是准备将南少林的戏码重新用一遍吧。 南少林? 水母音机和屈飞烟心中轻一一声。 随后, 看向前方那灯火通明的院子时, 心中隐隐有了几分猜想。 水母音机开口道, 这里面是朱无事。 见水母音机反应得竟然这么快, 楚清和心中不禁倾笑。 随后, 开口回复道, 不错。 听着楚清和这斩钉截铁的询问, 取飞烟不解道, 上一次, 朱无事带人来找公子治疗时, 朱无事的修为不是才大宗施境后期吗? 这房子里面的人修为是大宗施境圆满, 公子你怎么确定就是朱无事? 楚清和美好气道, 废话, 当然是上一次和朱无事见面的时候, 用是原子母琉璃谷确定的。 跟在楚清和身边这么久, 吉女自然也知道, 楚清和手中这是原子母琉璃谷的事情。 对此, 取飞烟恍然道, 原来那个时候, 朱无事的修为就已经是迈入大宗施境圆满了呀。 在从楚清和这边确定了朱无事本身的修为后, 水母阴姬几人哪里还不清楚, 此时青龙会和那朱无事打的是什么主意。 却是一容装扮成正德皇帝, 然后吸引一名天人静的高手过来, 趁其不备后, 转而以西弓大法将那一名天人静的高手的功力全部吸走, 从而迈入天人静。 小赵问道, 既然这里是假的皇帝, 那真的正德皇帝呢? 对此, 去飞烟美好气道, 只要这边能解决, 那真的正德皇帝想杀就杀, 哪里有什么重要的? 说完, 去飞烟不禁撇了撇嘴道, 又是这一招, 青龙会就没点新的手段吗? 面对曲飞烟所言, 楚清和漫不经心回复道, 百招拳, 不如一招先, 黑猫白猫, 只要能够起到效果, 就是好猫。 水母音机开口道, 也难怪青龙会这一次要弄得这么大费周章了, 想要以这样的方法突袭, 必须是要趁乱让人分心间无暇过多思考才行。 等到吉女君是清楚了这边情况后, 楚清和再次感觉到曹正纯的目光。 这边, 看着此时, 楚清和再次看向自己, 两人面面相去。 楚清和, 星号, 曹正纯, 星号。 看着此时, 楚清和应付曹正纯的微笑, 以及曹正纯这浑然不解释礼貌的笑容, 水母音机嘴唇清敏, 差点没能笑出声来。 就连曲飞烟, 也是忍不住别过头去, 强行压住心中想笑的冲动。 只是, 对于曲飞烟和水母音机, 此时内心的感觉, 曹正纯却是不清楚。 沉吟了一下后, 曹正纯开口道, 现在距离还远, 只要楚公子的声音不太大, 说说话也无妨, 免得楚公子这等后奸感觉无聊。 文言, 楚清和轻笑道, 多谢曹公公关心, 在下觉得还好, 不算太无聊。 见此, 曹正纯含笑道, 那就委屈楚公子了。 楚清和回应道, 无妨。 回复了曹正纯一声后, 楚清和继续运转真气和吉女闲聊。 有的时候, 但圈子不对, 即便是人挨在一起, 也容不进去。 就像现在, 看似曹正纯和楚清和几人都待在一起。 但实际上, 曹正纯和楚清和几人之间, 却是隔了仿佛一堵墙。 曹正纯此时也想不到。 此时看起来竟是无声的楚清和几人, 实则上暗地之中聊得正热火朝天。 期待来竟是连育来端的词典里。 看起来端来端就会让我闹有酷的词典里。 详从这里留在一起。 咱们将接着的温度多。 还好男孩的词典里。 助?